大家好,啤酒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饮料,尤其是夏天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,一定少不了它。 适量饮用啤酒对人体有多种保健作用。 聚会之后剩下的啤酒和过期的啤酒其实也有很多用途,千万不要着急倒掉。 啤酒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、少量的酒精和少量的糖分。 啤酒中的有机物质湿入土壤后,可以被微生物转化成腐质酸等有效成分,它能作为食用性很好的肥料,特别适合洗酸的植物,能使它们长得更茂盛,花开更艳。 我们把剩的啤酒收集起来,最好放几天,让酒精挥发掉,然后稀释40-50倍来浇花浇菜,就是很有营养的液体肥料了。 用啤酒清洁植物的叶片是很多花浓常用的方法。 啤酒不仅能清洁叶片,它还可以给叶片提供营养,使叶面光泽油亮,从而起到叶面肥的作用。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绿螺,君子兰,橡皮树,长寿花,茶花等等。 它们可以说是花中的酒鬼,每个月都可以给它们喝一两次啤酒。 我们可以用湿布,蘸取稀释50倍左右的啤酒来擦拭叶片,或者装到小喷壶中,向整个植株均匀喷湿水雾,效果也非常好。 3.切花保鲜 院子里的花剪下来没几天就粘了。 喝剩的啤酒可以帮忙。 剩啤酒除了可以用来养花种菜,废物利用,还可以帮助剪下来的鲜花。 啤酒中的酒精可以给切口消毒,糖分可以给鲜花提供营养。 我们在容器内加一点啤酒,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你就会发现,加了啤酒的容器内的鲜花,保鲜期要比什么都不加的长很多。 夏天的苍蝇蚊子特别多,非常讨厌。 很多防蚊蚊的喷雾剂、蚊香对人体是有害的。 您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 将喝剩下的啤酒倒入盆中,加入两到三倍的水稀释一下, 然后把它放到蚊蚊多的地方。 它们闻到啤酒的味道就会飞进来,掉进去。 今天下雨,碗里好像没有蚊蚊,不过玻璃杯里倒是捉到了一些。 蜗牛和鼻涕虫最喜欢吃菜叶子了。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天黑之后起来捉虫的经历。 冬天太冷了,如果你不想黑天后来捉虫,可以用啤酒来诱补它们。 我们可以倒半杯或者四分之一杯啤酒, 然后埋在菜床里或者旁边,它们就会闻着香味来了。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捉到。 不错,捉到了一只。 6.擦玻璃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擦玻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,因为不容易擦干净。 如果用啤酒来擦玻璃的话,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,因为其中的酒精可以清洁,而且很快就可以挥发掉,所以用它擦玻璃就会变得干净透亮。 冰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每天买菜,所以一些食物都会放在冰箱里储存。 因此,保持冰箱的清洁非常重要。 有时候冰箱里面会有异味,也会给我们带来小小的烦恼。 我们可以用沾有啤酒的布来擦拭冰箱,这样可以去污、杀菌,还能去除冰箱里的异味。 大家不妨试一下。 食物家具结实耐用,自然淳朴。 很多人喜欢这种圆木色释放出来的自然与原始之美。 问题是,如果不经常打理,家具就会暗淡无光。 这时候,过期啤酒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 如果在清洁剂中加入少量的啤酒,然后再给家具做清洁。 等到自然风干之后,木质家具就会焕然一新。 啤酒可以帮助抛光物品,恢复光泽。 这个特质十分适合用于擦拭木质家具。 辛苦工作一天,一定觉得双脚沉重。 睡前泡脚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。 我们可以在洗脚水中加入一些啤酒。 因为酒精的消毒作用,啤酒泡脚可以让脚部更加干净清爽。 尤其是脚汗多的人,泡起来效果很好。 可以有效缓解脚部疲劳,帮助睡眠。 啤酒在美容液也有很多用途。 有人用它做面膜可以收缩毛孔,滋润皮肤。 用它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。 用啤酒做出来的美味菜肴更是数不胜数。 欢迎大家留言,说说你是怎么利用剩啤酒的。 谢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